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完全不要带任何器材 就是单纯去旅行 做这件事情而已 我跟你讲我做不到 为什么呢 我真的有 五一真的是叫我这样子 我真的做不到 一次也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我只要一到现场 然后我就想说 靠我怎么会没有带相机来这个地方 你可以就是骗五一说 我们就去吧 我不会带他偷偷装一个针孔 然后就是大家不注意 现在是针孔 欢迎收听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各位晚安 今天的声音好好听哦 我是谁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啊 我在哪里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 超级高级的录音室 真的 是因为我们访问的这个人啊 他是一个专业 超级专业的YouTuber 对我看他脸红 可是好像有点自傲的样子 欢迎我的老朋友 耀恩 艾尔文 嗨大家好我是艾尔文 艾尔文 嗨 嗨 好久不见 真的 你们是同事嘛 以前是同事关系 有五年嘛 有有五年 绝对有五年 因为我五年 之后才能够拿到永久居留证 哦 所以你不是台湾人啰 对我是马来西亚人 可是没有口音耶 我觉得我现在听不出来 其实如果你仔细听 还是会听得出一些些啦 哦 对哦 而且听说你是很会切换对不对 就是 你跟台湾人会讲话很胎 你们 你们的观众会不会觉得今天这一集很奇怪 为什么 就是跟你们平常通调不太多 你不用担心我们 哦真的吗 我们生忍不济什么都聊 哦因为我看你们蛮知性的耶 就是后期越来越有偶包 就是会开始觉得要为听众设想一些 没有我都看你们就讲说 哦我们就是纯聊天啊 附近纯聊天 我们都是聊废话这样子 然后结果那个节目一顶开来就是什么 如果你介绍一部电影就开始把 什么祖宗十八代的资料 全部都挖出来 你们就是那种 你们就是那种什么 老师我没有念书我没有念书 然后来 这一次的考试满分的有两位哦 来丽萍跟冠豪站出来 你们就是这种人啊 我们都熬夜在做节目 我跟你讲你 你也不要说别人 因为我为了这一集 我就听你们第一集 跑来开始爱耳闻嘛 然后结果的话你那时候说完全没有剪 我真的有讲过这句话吗 骗人 证据 应该是 了解竟然是 应该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会想说 就是尽量自然就好了 就是比较偏向一种大家聊天的方式 跟他亲近一点 可是后来会发现 其实大家口条并没有这么好 那我就能够在我自己 有的范围之内 尽量的把两个人的口条 修得比较好 或者是把空秒的时间 把它剪掉 或者是你讲错的地方 资讯错误的地方把它给剪掉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可能很精简的四十分钟里面 去听到完整的内容 这是对观众负责任的一个表现 但是也许有些人不是这样认为 有些人觉得说 哦我们就是要real啊 我们就是要真实 很真实 对 我觉得这是你们的体贴耶 对可是我们真的 我跟丽萍一开始 我们也是有说我都不要剪 因为我平常在电台剪的太多了 我真的很烦 结果 结果后来 个性使然 没有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爱讲话 所以我们每个节目 通常都会到一个小时以上 哦对 我看你们节目都有一个小时以上 对对 所以就觉得还是要 稍微修一下 嗯 对对对 好那耀恩你到底是谁 哈哈哈哈 请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嗨大家好 我是艾尔文 就是大家广泛知道是叫艾尔文 那我的本名是耀恩 也就是慣豪常常叫我的名字 因为我们之前在电台的时候 我们就是同事嘛 对 那我来台湾念书 大学的时候是在世新大学念广电系 那毕业之后 未来留在台湾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政策里面 是必须要找到跟你所学相关的工作 才能够留在台湾 哦是这样子 有这样的限制哦 对之前有啦 现在没有了 哦 所以我们以前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嘿嘿 遥远的那个年代 要留下来 留在台湾生活 是有一定难度的 哦 所以会比较困难 那那时候我就找到了广播电台 所以就留下来工作 然后工作了五年之后 拿到永久居留证之后 我就离开 那刚好我差不多在第四年的时候吧 应该差不多第四年的时候 我就自己有在做一些 YouTube的影片啊什么 那初衷就是只是为了生活上面的记录嘛 那刚好满五年的时候 好像YouTube那里也做出一点点的成绩了 然后想说 那我就离开广播电台 然后就自己做自媒体 然后就做到现在 我也忘记多久 我没有仔细去算啦 但是我离开应该五年了吧 应该至少有 对 就到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YouTuber 影像装作者这样子 哇 我觉得这个衔接非常的顺畅耶 你不觉得吗 那就是利用完前东家就找 哦 哈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你的转接是很很顺畅的 就是因为你时间也到了 然后你就离开 可是你并不会离开说 啊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 你会陷入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情景 我被说中了吗 你没有啊 你有事情要做 你很多的 我觉得可能是 我的机遇还不错 嗯 就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什么大富大贵的人 但是我常常会遇到很多生命中的贵人 嗯 的帮忙 比如说我毕业之后 刚好有老师就帮我介绍到电台里面 就刚好有找到一份工作 嗯 然后那刚刚就居留证之后 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回始神采 为什么我在工作第四年的时候 我会开始做YouTube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 我那时候就纯粹就是看了国外有人在记录生活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做那Vlogger 你觉得好好玩 对我觉得好玩 我就去玩 我也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它可以变成我的政治 真的 对啊 其实这样子反而会可以比较长久 因为你就是做你自己嘛 对 那你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你也没有想到 你要有什么人设什么的吗 没有耶 都没有 管他什么人设 我记录我的生活关什么人设 我的人设就是我自己啊 你完全没有走偏的感觉 就是你从一开始做到现在 你觉得你都还是一直在做 完整的你自己 应该是 对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嗯哼 你没有因为说你的观众觉得 你怎么这样 所以要你调整成别的样子 你完全没有听他们说什么 我跟你讲 耀恩是一个超级做自己 自我的人 对 因为太前做我旁边 这是包还是扁 这是包还是扁 是包 是我觉得身为YouTuber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我跟你讲一件事 就你就可以知道 因为 以前耀恩坐我旁边 然后呢 有一些就是 他看不爽的同事 走过我们面前 我一定会看他一眼 因为他就立刻就是 一个 官方微笑之后 就会翻白眼给我看 就没有黑眼珠了 彻底的没有 没有 是彻底 彻底的白的那一种 超好 而且超好笑 他也没有讲那种话 他只是走过去 他就会翻白眼 为什么啊 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座位是啊 因为我们两个人坐在旁边 靠墙的嘛 我们是靠墙 我们后面是墙面 然后我们前面是走道 走道的隔壁就是所谓的工作站 所以有时候 官豪他会坐在我隔壁 做文书类的事情 或做行政方面的事情 或写文案 有时候他会在工作站那边 排音乐的排声啊 什么东西 所以他不管住在哪一个位置 他只要看到有人经过 他就看我一眼 哈哈哈哈 他只要看到任何ABC经过 他都会看我一眼 哈哈哈哈 有这么多的啊 好怀念哦 很多哦 哦 现在都不能够就是 就是立刻看到你这样子 你这样 你现在翻译给我看看 你看超自然的 对 我们今天没有录影嘛 对对对 可是我相信你的 Velok 应该也有可以看到你这种 哦 还蛮常看到我翻白眼的 对对对对 你下次把它剪成一个紧集 白眼集是不是 对 那玲玲玉很累 哈哈 真的 所以现在邀恩你是全职的YouTuber吗 对 那你的一天大概是怎么样过的 我的一天哦 嗯 几天起床 是官方版吗还是 我都要听 两个都听 我理想版是 我每天早上可以四点钟起床啊 然后就做个早餐 接下来就先去健身房运动 然后回来的时候 差不多八点多就开始回信 嗯嗯 开始工作忙碌了一整天之后 晚上六点钟就准时的下班 哦 然后接下来就回家做晚餐 哇 然后看个YouTube啊 Netflix啊 然后就是约六千千的十点钟睡觉 但这只是理想 哦 哈 我刚才以为是每天真的都那么自律 你疯了吗 这是期望中的 对 这是我一直以来期望中 但现实生活中都不是这样子 那你昨天怎么样过的 我通常会是 像有阶段性啊 不不是每一次都维持着一定的规律 嗯 像我如果说最近来说的话 我最近都是中午以后才进公司 嗯 然后就开始工作嘛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卡在一个很尴尬的点 就是我们是炒创期嘛 嗯嗯 然后我从去年九月份租了这间办公室之后 今年三月份又进行装潢啊什么的 其实花的钱有一点 有一点多 所以我们现在剪片的电脑只有一部 哦 就只有一台电脑 就像我们以前共用电脑来去剪辑一样 哦 了解 是是是 所以现在001上班的时间还是固定朝九晚六嘛 001就是你的第一号员工 对 所以我要用到电脑来去修照片 还是修影片 还是看他剪的东西啊什么东西 我都要等到他下班之后 我才能够用那一台电脑 原来 所以他的上班时间是九点到六点钟 那我的上班时间就是可能下午一点钟 到可能凌晨两三点钟 哇 所以你不可能四点钟起来咯 做早餐运动 我刚才吓到四点就起来怎么可能 没有我通常四点可能是差不多要睡觉的时间 我下次四点打电话给你看你会不会翻一个白眼 你说早上还是下午 早上 我可能会跟你讲我快要睡觉了 正要准备睡觉 所以这是你的常态 最近的常态的确都是这样 我一直很想要调整啊 因为毕竟自己创业时间掌控在自己嘛 但是还是每一次个性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完 我就觉得 不对劲 对不对劲 我就觉得应该要先告一个段落之后 再去休息会比较好 而且剪片这种事情 不是说我今天就规定说我就剪三个小时就好 他就是你要剪完 对 他才完整 你才做完一件事情 他不是说 我今天剪了45分钟 我先休息15分钟等下再剪 那个情绪就不对了 当然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其实 我觉得你现在因为有了一个员工 所以比较可以 让你的工作量减少 可是我有见证你在草创时期 就是在 在电台的时期 你那时候常常睡过头 然后有一次你还真的就是 没有来上班也不接电话 所以我们就是找人破门而入 你还记得这个 我记得我记得 没有我可能 我那个时候比较更惨一点 我那个时候几乎是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因为有正值啊 对 正值是九点到六点啊 对 然后我六点回家 吃完晚餐之后 就开始做你的影片 就开始做我的影片 然后就可能就到早上了 对 就是有点像生间两份工作一样 嗯嗯 而且你还记得那时候 我们共同的老板啊 他就看你头很痛还是什么 他第一句话 不是关心你说 欸你还好吗 而是他就说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我也印象深刻 可是那是一种关心啊 对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 你那个期间 真的 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想像我 过这样的生活 就是我是一个 我真的要睡觉 我就是一定要睡 我会管这个 他的睡觉的那个速度 入睡速度 是跟大熊一样 你知道大熊吗 他0.93秒就会入睡 然后睡 我有听到你们在讲 那个哆啦A夢的故事 对对对对 就是他是很需要睡眠的人 可是我觉得像邀恩 你应该是为了 要完成你的理想的工作品质 你必须 你自己要求你自己嘛 有这样子的要求 可是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嗯嗯 这个青春真的不能这样回忽 是的 是的真的 因为我现在就发现 我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 什么时 睡两个小时 我真的会疯掉 不可能 我现在真的不可能 真的会荡掉 而且我会整个人 语如伦次起来 就 不知他自己在干嘛的感觉 就失去完全是乱的 对 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 现在我基本上 虽然说我很晚睡 可是我也比较晚起床 对对对对 睡饱啦 对而且要维持 一定产量的影片出来 就现在有员工来帮忙了 至少我有时间可以睡觉 嗯嗯嗯嗯 对啊 真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工作跟生活 其实很难 很难很完美的配合 就是你觉得说 你生活里面就是充满了工作 然后你在休息的时候 你还是想着工作的事情 以我这样子的工作形态 一定是这样的 好 就当初在选择全职走这条路的时候 就已经要预想到 嗯 但是我还是有做一些些 比较有仪式感的东西 来去分开 生活跟工作 嗯 比如说我们以前 其实都是在我家工作 包括连你也是去到我家去工作 嗯嗯 所以我24小时都在那个空间里面 嗯嗯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早上一整年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工作 对 到我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 那一瞬间我还觉得 我一直在工作 对对 我就是有好几次 就是全职的这几年里面 都会觉得说 你知道人会很忧郁很郁闷 嗯嗯 那这种时候你在去创作影片的时候 你就创作不出什么 开心的影片 还是什么 就整个人会很郁闷 是 但是我还好是因为我另外一半 通常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他就会带我出去走一走啊 337啊 可是可是你们要知道 我是一个生活记录的YouTuber 哦 所以我出去走一走什么 你又要开始 我还是要继续拍摄 嗯嗯 对啊 所以那个工作是离不开我自己的 所以 到现在还是吗 现在还是 但是心境上面 比较可以去调试 嗯 如果我今天真的觉得说 我压力很大 我快要受不了了 嗯 那我可能今天去旅游的时候 我就简单拍 嗯 就是有时候放过自己一下 嗯嗯嗯嗯 就是不要这么坚持说 要怎样 一定要怎样 嗯嗯 这样真的会累死自己 嗯嗯 適当的休息 然后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像我们现在就是为了 分开工作跟生活 才租了这间办公室 嗯嗯 所以我只要一离开这个空间 我就是正式下班 对 我就不再看信件 我就不再去剪片 对 但最近例外 因为最近电费一直涨 然后你知道 办公的营业店比较贵一点 嗯 所以我会把电脑搬回去 家里面工作一下 哦原来是这样子 是 真的是不容易 嗯 对啊像 麗萍也算是一个 呃 freelancer 嗯嗯 所以你也会有那种 就是 没办法切割 私生活跟工作 完全无法 我在餐桌上工作 看小孩吃饭 然后工作 然后小孩跟我讲话 这样子很难工作 对 其实很累这样子 真的很累 对啊 所以你从来 你在当了YouTuber之后 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旅行是 不拍摄不记录的 就一定都是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其实我在看你这样爬山的影片啊那些的 嗯 我会觉得哇 如果是 我记得在问自己说 如果我 我的话我做得到吗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样子的 整个旅行啊 好像 那时时刻都要注意很多事情 譬如说 对 器材啊 然后 譬如说下雨的时候 又要保持它的那个 稳定度 对啊那些 然后我觉得 像你真的有好好的在玩吗 享受其中吗 没有 真的吗 真的没有 你说百分之百一定是没有的 而且一定会影响到其他人 嗯 因为你可能会落对 对 就是怕会跟不上别人 可是你会有拍摄你自己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 这其实有一半 我会把它划分为就是像我们登山的影片好了 其实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工作 嗯 所以我 我会心态上面你先调试好说 我这一趟除了是登山以外 当然这是自我实现啊 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自己做的开心以外 有一半的时间是要划分在工作上面去 这样子 你带着这样子的心态去的时候 就比较 不会这么的郁闷 对而且 同行的人也会影响到他们嘛 比如说 001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去爬山 应该是说他带着我们去爬山 但是 他自己也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 因为他比较会爬 但是他要带着我爬 然后他也要帮忙协助拍摄 对这也是他工作的其中一个部分 这样子 是 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之后 大家就比较不会 可能在心态上面 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对其实这跟我跟我的另外一半 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是自己突然决定说 我要去做旅游记录这样子的事情嘛 甚至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全职 嗯 一开始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很不习惯啊 嗯 就是明明我们两个人以前旅游的时候 都是轻轻松松 对 就出去旅游就拍拍照 是 那为什么现在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还要先等你在拍摄画面 然后还要在镜头面前讲话 对 然后讲完话之后你要想说 哦我这边串场没有串好 那你讲话有没有讲不好 我是不是哪里要再补拍多一些 BRO的画面这些东西 嗯 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两个人的旅游 变得这么的复杂 不纯粹了 对我只是要纯粹出来享受旅游 嗯 我出来旅游是要放松的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子 怎么沟通呢你们 就是抹合 嗯 但是也很庆幸 他是一个很支持我的另外一半 嗯 就是当我决定说我要离开我的正职的 嗯 当我决定说我要去拍YouTube影片 还是说我决定我要全职当一个YouTube的时候 嗯 他也没 就是没有想说 哦我觉得你这样子不太好 你是不是要再多想一点什么 嗯 通常看到我做完一个决定之后 他就是 就当然不是什么杀人放火啦 除了这些以外 嗯 他都是 支持你的 全力支持的 对他都没有任何的意见还是什么 那出去之后 我们就会可能第一次出去一定会吵架 对啊 就是讲说为什么旅游变成这样子 是 那会来之后我们就可能就稍微沟通一下 那是不是说 我在拍摄的时候 他可以先做其他的事情 嗯 或者是说可能 这趟旅程当中我们就 有两个道理调试一下 我也把你纳入频道的一个部分 当成是你的部分工作 是 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赞助啊 嗯 更多的机会出去玩啊 嗯 你可能有部分的时间也可以来玩 但是你也帮帮忙一下 偶尔帮我拍摄一下 嗯 那他现在也是我们频道中很灵魂的一个人物之一 对 所以就变成他也有参与感在其中 对 他就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 我在做的拍片的事情都不关他的事情一样 对 好像都是你的小跟班似的 而且我觉得他很 对 他现在越来越专业了 是啊 对 我觉得他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 就是艾尔文第一集 你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乡名 对 你说Podcast是不是 对Podcast 他就是他很会收集很多资料 对 对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也是适合上麦的 就是我觉得是好听的 真的吗 虽然你常常批评他 咬字不清楚 可是我觉得是不错 蛤 现在 现在 你不要这样 他唱歌比你好听 对不对 What the 欸我觉得 欸你们两个有合作过了干嘛 我跟你讲我想到 我想到这里我真的很觉得 欸我们今天应该要邀请他来 因为我想要听就是 因为我们是夫妻纯聊天嘛 欸 我也想要听你们这两个 夫夫纯聊天 就是 我每一集都在夫妇纯聊天 就是我觉得 就是你们两个人 我觉得听众会喜欢你们 或者观众会喜欢你们 其实真的也是觉得你们那个互动很可爱 哦 对就是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就是常常一直在斗嘴啊 可是在斗嘴中 其实就感受到那个爱 爱意 对 所以我们 我们其实是同样的 就是都是伴侣的节目 属性雷同 是 对属性有点雷同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些东西 我也是有感 因为其实我有时候工作也很累 对 然后我上节目的时候 也会有明显感觉到 很倦怠的感觉 对啊对啊 不想讲话 或者是觉得 啊怎么又讲错话 还要我解 哈哈哈 对对对 有时候脾气会 还是会有 对啊对啊一定会啊 就我以前也是会啊 我写完之后反纲 不是反纲啊 就是像大纲 我没机会准备说要讲什么东西嘛 然后 就叫他看 然后他有时候看完之后 他也会有一份哦 重点是你知道有时候 因为 我们都太彼此 互相聊天的存在 所以有时候聊起来之后 他就完全不看哦 就完全不照着我上面的逻辑在走 我就想说 但是你还是很需要那个吗 还是一定要照那个走 我要照那个走啊 你要照那个走 因为有时候他会突然就跳到BCD 可是那个BCD我已经接好在后面的EFG了 哦 就你不要打乱我的节奏 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今天下一题是哦 哈哈哈哈哈哈 对 我就说 我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今天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还好 真的 诶可是像五一在这个YouTube里面 是没有露脸的嘛 对 那这个是他要求的 还是你自己是希望可以保护他的 呃他要求的 他要求的 对 因为毕竟他没有出柜嘛 嗯嗯 然后也没有跟家人出柜 也没有跟同事出柜 所以 嗯 我按一步小心 因为 后来的确也有他身边的人 有看到我们的频道 对因为声音其实应该蛮好认 啊对有被认出来 对对对 但是 就是因为 有着同志的身份嘛 嗯 那在目前至少他们家庭里面 还不是一件非常广泛能够被接受的事情 嗯 对所以 现在也只能先这样子 嗯 那你有想到就是 如果有一天真的 他们知道了 你要怎么应对 你有已经有这个剧本 没有啊我 我就是 倒是很希望他们赶快知道啊 哦为什么呢 嗯 没有就是一种 因为毕竟我们 我跟他在一起满十二年 正在走第三十三年了嘛 嗯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哦 那我就是一个好像 Nobody的感觉 你知道就是一般人 好像不能够走进他的家庭里面 对 就是有时候 家庭聚会啊 什么 我也会想说 那是不是 毕竟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嘛 嗯 又变成他就是我的家人 但是他的那很大一块的生活 是我没有办法去参与的 对 就是你看一般人 或者是就是 夫妻好了 嗯 到了一定成功之后 可能会谈婚论嫁啊 嗯 或者是跟对方的亲友们 来一起出去玩啊 什么啊 我都不行啊 那呃 你期待是被发现 还是无意把你就是很慎重的 就是介绍给他的家人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就是因为 嗯 我们已经走了12年了 对 其实我们也为了这件事情 前面几年当然也有炒过很多支架 为了这个炒 嗯 对啊 但是后来你知道 就是越来越熟悉彼此之后 木合期也过了 嗯 我们都能够彼此了解 他了解我想要被接受的那种感觉 嗯 那我也了解他的担忧 毕竟父母也都年迈了嘛 嗯 那也担心一时接受不过来 还是什么 如果有个家庭革命什么 那也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责任 对 所以我们就会也是 一直讨论啊 磨合啊到现在 像今年 他跨出最大的一步 就是今年在过年前一天 在除戏业的时候 嗯 他就跟他弟出柜了 哦 那当然庆幸是 结果是好的 哦 所以他弟也能够接受 所以后来我们也陆陆续续 有吃过几次饭啊 嗯 就一起出去 然后会聊天啊 会什么的就 就还不错 然后他也觉得 也是一个好的结果 嗯 那当然如果今天结果是不好的话 那当然大家都很惨嘛 嗯 所以就是 两个人互相了解之后 就 就讨论一个中间指 或者是 比较能够接受的地方 这样子去发展 嗯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对啊 是很不容易的确是 嗯 而且现在台湾已经就是 可以同志可以结婚啊 这些的 哦 我不行耶 哦 因为你不是本国人 对 其实你有永久居留症 也不行 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 变完全的台湾公民 到美国结婚吗 嗯 不一样的问题嘛 如果到美国结婚 或到世界其他的 可以同婚 通过的国家 都可以结婚 只有台湾不行 嗯 所以台湾就是 有一个什么设 设外民法 就一个法啦 之类的 就是有有这样子 一层主导 然后你刚刚问的是 就是 呃 你是要怎么样才可以 变成台湾公民 哦变成台湾公民 对 啊好像有几种方法 比如说是投资移民 还是什么 但是我如果现在 转换身份成 想要去当台湾人的话 就要去当兵 哦 哦 那算了 那算了 对 欸可是现在应该蛮轻松的吧 欸四个月 你要不要记录一下 不行 欸搞不好 你可以跟军方申请 我要拍一个什么大头 就是 大头兵 日记 欸 搞不好 我帮你来就是 提计划 嗯 很难啦 但是就是 应该35岁以前 好像都要 就是你变成你要 服 国民义务啊 但是具体要如何 转换身台湾人 嗯 这其实牵扯到 很多方面 比如说 我的父母 我的家庭 如果说我今天放弃了 我原本的国籍 其实 影响的不只是 我自己一个人 对当然 而是我整个家庭 所以你必须放弃马来西亚吗 哦对 因为 马来西亚是不允许双国籍的 哦 如果是台湾就 台湾是因为 台湾不允许双国籍 所以你要申请入籍台湾之前 你必须要放弃到 马来西亚的国籍 但是如果实际上 有一些是允许双国籍的国家 像美国好了 就很多人都有 美国的国籍跟台湾的国家 那就没有问题 对 哦 那当初为什么会来台湾 决定在这边继续生根 来台湾是因为 我其实原本是在澳洲念书的 嗯 在澳洲念建筑 只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年少时期 又比较叛逆一点 就觉得说 啊去念一个 建筑 然后每天就画图啊 算东西啊 然后我就觉得生活又过得 不是很愉快 嗯 然后澳洲物价又高 嗯 我又第一年没有办法自己打工赚钱 嗯 就赚有非法打工一下下啦 就赚一些些的零花钱 然后每一餐都要吃的很拮据 我去外带一餐的分量 然后分成每天的两餐的分量来吃 哦 就是过到我就觉得 哎 好痛苦哦 然后又看到脸书上面 就是来台湾念书的朋友们 都过得潇洒自如 每个人都感觉到大学完四年的感觉 哇 我就说 我就跟我父母讲说 我真的很不快乐在澳洲 那他们也很开明啦 嗯 就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很不开心的话 那就 就就回来吧 嗯 所以我就回去马来西亚之后 我就 我就申请台湾大学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我来台湾应该很好玩啊 什么 语言又非常的通 对啊 对啊 对然后在台湾至少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整的出柜 可是 至少我可以感觉到台湾是一个同志友善的地方 对对对 我就一来到台湾之后 就哦 整个大解放 哦真的吗 对就觉得说有人懂你 然后有一群同志朋友啊 然后就大 在大学的时候 就好像也很好玩的样子 然后大家轻轻松松 然后至少物价 而且还不会像 国外那么的贵 嗯 然后打工赚钱 也还有一些零花钱可以花 嗯 对就觉得说过得开心 这样子 然后 然后四年完了之后 那我其实大一的下半年就跟无一在一起了 嗯 所以是世心的 对 就是我的学弟 对对 你是广播主 那为什么会选择世心 而且是广电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听别人说世心广电系很厉害 好 结果呢结果 然后广电系的话 就是只能选政大或者世心 只有这两件可以选 然后呢 为什么不是政大 对因为我们都是世心的嘛 因为我们有聊过这个 就是因为我是考不上政大的关系 老实说 我也没有上政大啊 你有考吗 我没有 我们是用 申请的 申请的方式 就看哪一家有给你这个offer 这样子 那那时候只有世心给我offer 我第一次其实如果是说 呃 一高考完的那个成绩 嗯 第一次上的时候是上 高雄国立大学的 奠基工程系 哇 完全是不同领域啊 那不是你啊 对啊 那结果我就不来啦 对 所以我就去澳洲念建筑系啊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啊 之后我又再回来 再申请一次 那时候就不是用高考的 当然还是用高考的成绩去申请 只是 就不是那时候分发的制度了 哦 就变成之后我就 看我要申请哪几所学校我就丢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丢了政大跟世心 嗯 就丢两个啦 如果没有中就算了这样子 那我拉回来 你刚才说 你大意就跟五一在一起 嗯 所以你这个是你的初恋吗 对啊 哇 超级长的 好浪漫哦 好久 青春都浪费给他 哈哈哈 你说你跟你爸妈有出柜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好像是我大二过年回去的时候 还是大三过年回去的时候 你怎么开口的 我没有开口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就一直窥探我的脸书 哦 然后就觉得我好像一直 跟一群同事朋友 看起来很gay的人在一起 哦 然后他们就讲说 有一天他们就突然很严肃哦 就在我爸妈的房间 就讲说 你是不是gay 哇 哦 但是这样子很坦诚 反而很好 就是设立一个舞台 就直接讲了 就是说对 就是直接摊牌擂台啊 可是还是要看他那个时候爸妈的那个神情如何 就是他是一副质疑的脸的话 应该很难 马上很坦率的说对吧 就先走到门口说对 然后立刻跑走 哈哈哈 就像逛好的时候 我一直以来都很做自己啊 嗯哼 所以我就说哦对啊 就完蛋不得了 欸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然后怎样怎样大爆炸咯 一哭二闹三上吊 真的假啦 真的 然后真的是家庭革命那时候 然后呢 然后因为我是过年回去嘛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台湾来嘛 嗯嗯 我爸就讲说 是台湾把你变成这个样子 哇 不准再回去台湾 哈哈 然后呢 大几的时候 就大二大三 应该是大二的时候 嗯的寒假 对寒假的时候 嗯嗯嗯嗯 然后我还是一意股情人 不管他们我就走了 反正我之后我就落下 当然那个时候是我年轻不懂事 如果你现在再让我选择回去 当下的情境 我应该不会这么的倔 嗯嗯 或者是这么的倔 因为年少时候 总是思考的比较少嘛 对 你并没有站在父母的立场去想 是 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 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 也是基督徒的文化 嗯 也是基督教的背景 然后在马来西亚又是一个非常 好手的地方 对 没有设身处地的 站在他们立场想过 是 就直接 跟他们硬碰硬 其实 他们一定心碎了 对 嗯 那你如果现在再让我回去想一次的话 我就不会这么硬 我那时候是直接落下很坏 我就想说 反正我现在就是有另外一半嘛 嗯 我说 你们看是要多一个儿子 还是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儿子 你天 你天 真的是 超敢讲的 你非常的做自己呢 是不是跟你认识的我也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可是我也觉得 即使是现在你还是会讲一样的话 不会吧 那你会讲什么 我是说如果先 以现在的心智的我 跟现在 我是说现在啊 就是三十好 我现在几岁 三十好几岁的我 对 现在跟父母的关系 这样子 再去讲一次的话 我应该不会这么讲 好来 那你现在会讲什么 来 耀恩 耀恩你是不是gay 你们准备好 接受这个事实 快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gay 我还以为你会说 不是啊 没有啦应该是说 我会跟他们说我是 可是 后续的那个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时候 我不会这么脾气就觉得 好那我想要知道你会怎么做 我可能会用比较多沟通的方式 尝试让他们理解 而不是就直接走 因为你直接一拍就走了 那后续 你就丢给他们自己一个人去接受 你没有 你自己走的这条路 你没有帮助他们去 尝试着接受这件事实 可能 像我妈那时候 要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她就丢了一本书给我 什么 那本书是一个 众师写的叫做彩虹的另一端 嗯嗯嗯 蛤 这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基督徒里面的一本书 然后就讲说里面有很多人见证 讲说就是gay是异端啊 还是gay是不好的啊什么 就是大家怎么样的就是反悔之后 然后回归到上帝的怀抱 然后就是 得到幸福 对对对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你这本书现在在哪里 烧掉了 可是爸妈对你现在的态度是接受了 其实就是随着时间 我觉得可能我们 我跟五一也做了一个不错的见证 我不敢说是最好也 或者怎样 但是可能我们也还算OK 就是两个人 因为当初我一出轨完之后 我爸就讲说 哎呀gay这种东西就是他 就是为了骗你的钱啊什么什么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说 你也好心一下 我那时候身为一个大学生 我到底甚至有什么钱给人家骗 那时候五一已经出社会在工作了 那时候我到底有什么钱可以给他骗 嗯嗯 对啊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 反正他不理解我 我不理解他们 那我们就就就就不欢而散了 嗯嗯嗯嗯 然后可能经过了这十年的时间 也看到我们两个人一直互相扶持的走到今天 从我在学的时间到我毕业之后 嗯嗯 然后到可能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国 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做任何事情都在一起 嗯 然后我也尝试着让他们 可能慢慢的开始接受五一 可能偶尔我在视讯的时候 在视讯的时候 嗯嗯 你会跟家人视讯嘛 别人在国外 就偶尔讲说哦他在我旁边啊 先伸出手 然后再伸出脚 对对对对 然后再伸出别的部位 对对对对对 就是慢慢的 就是 先从照片开始看 然后再想说 哦我们现在一起在哪里哪里 对 慢慢的开始 让他们接触这个人 然后到现在就 就OK了 那你什么时候要伸出你的手 给五一的妈妈看 对啊 重点是他们不会视讯 五一的妈妈没有手机 然后真的假的 诶可是 哦原来因为我在想说 五一的妈妈和爸爸 应该还是会多少 会察觉出来吧 就是关心他的婚姻状态啊 就是交友状况啊 其实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的父母 的确是更年长一些 是年长的长辈 因为年纪比你大嘛 对 然后五一上面还有哥哥嘛 所以是更 只是真的比我父母 再更年长 一轮两轮的那一种 对所以我觉得 那父母可能多早会察觉 但是要不要戳破 可能要不要 他们可能也没那勇气啦 诶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们之前 有访问一个 是我们这个同志好朋友 他就是有一天 因为他是因为 就是很受不了台湾 那时候有很多反同 所以他就决定到美国 西雅图居住 然后就跟他 他的美国男友结婚嘛 然后他的出柜 就是是有一天 他就忽然跪着 跟他妈妈哭这样子 因为他那时候是 跟他前男友分手 然后他妈妈居然就直接说 我早就知道了 对他就说不要结婚没关系 就是那个故事 其实我会觉得很感动的是 有时候同志 他原本以为父母会不接受 可是其实 一天一天的他 我觉得他都会 就是去改变啦 其实我觉得未必会改变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 对 毕竟他是你的亲儿子啊 对 而且你知道 我那个朋友 他的爸爸也让人很感动 就是他 他爸爸之前就是 也常常会看电视 也会批评说 同志都是什么 就是 不道德或什么的 可是自己的儿子出柜之后 他就会去签署那个 支持同志的 那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 其实我 我没有奢望到这么多 真的 我其实我到现在我已经 我已经觉得 我是很幸运的人了 就至少你可以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在一起之外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有一天的时候 反正是我就开着车 对 然后在刚好我妈打电话过来 然后就一样嘛 我就讲说 哦他在我旁边啊什么什么 结果我爸就归死车 我爸是个很严厉的人哦 然后就是 从小就扮黑眼的那一个 那一个 然后他就也是很凶 当初一直很无法接受的那一种 那一天啊就突然间 我不知道啊怎么了 他就突然就讲说 诶吴依啊 什么时候跟那个 艾尔文一起来澳洲啊 你我爸妈在定局在澳洲 他会不会已经生了一个火 要烤他 刀子已经磨好了 他竟然发出邀约 我就想说 所以他已经完全接受啊 我不敢说他们 他已经主动邀请 其实我觉得他们知道了 然后到他们接受这件事情 到他们能不能够 让他们自己周围的其他人 知道自己的孩子 是 或者自己的孩子 另外一半是 是个男生 这完全是三个阶段 完全是不同的阶段 但至少 就是当你们的小家庭 正在相聚的时候 他是愿意的 对 他是OK的 就是现在 常常每 几乎是每一次 我们在通电话的时候 只要旁边五一站 都会打招呼啊 都会说什么 很棒 真的真的 好希望可以在影片 光明正大看到五一 我想要看他没有马赛克的脸 哈哈哈 我觉得很难 真的哦 对啊 嗯哼哼哼 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 YouTuber这样子 经营到现在啊 你有曾经遇过什么样的挑战 或是觉得还蛮 算是困境的时候吗 我觉得常常都是困境 只是我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我好像很多东西都会 就是传到桥头自然之的感觉 嗯 就是刚好五年了 然后刚好就离职 然后刚好就去进行自媒体 就到现在 其实这整个阶段都一直不停的 在往前走当中 嗯嗯 从去年的租了这间办公室 然后到今年三月份 状况的办公室 然后请了员工之类的 嗯 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大挑战 嗯嗯嗯嗯 但他不是一次过 好像全部都掉下来 但是好像就是为我安排好 我走到这个时间点了 就是要跟你说 你该租了一间办公室 对 走到这个时间点了 你该请一个员工了 是 就是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 刚刚 帮你刚刚好安排好的 一个挑战在那里 嗯哼 然后都能够顺利的通过 嗯 对 我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 有安排好的感觉 嗯 现在当然还是有现在的压力 比如说现在 逐建办公室又中央好 然后每个月的租金 每个月的电费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 再填够更多的器材 嗯 我才可以摆脱 可能员工下班之后 我才能够剪片这样子的 对 对 因为我们 我需要用来剪片的这台电脑 可能也是几十万 嗯 对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再请 下一位的员工 嗯 继续的再做下去 嗯 对 所以都是近期在面临的挑战 嗯 所以我没有一个 所以你就是一直在顾虑说 到底是不是要为了这个更好的成果或品质 然后去花费更多的成本 可是你还是要顾好你整个 就是你的算是 应运 对啊应运啊 然后甚至说你 你要平衡生活跟工作之间 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 对 但是也算是一个很亲近 我就说明明之中就安排好了 谁会在疫情之中去租一个办公室 对 对我就想问你这个 嗯 你为什么有这个勇气 可能梁静如给的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做自媒体 跟你受雇于一个公司 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心态 还有你的心态也是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么的勇敢呢 除了养梁静如之外 我我可能做事情真的也比较冲动一些 很多事情我都是想做我就去做了 嗯 嗯行动派你是行动派 对对我是比较偏 我没共识过你大概也知道 对啊 像冠豪就完全不是 欸可是我也离开前公司 终于 我有改变好吗 他终于踏出一步 他终于踏出一步 对啊 我是一个很怕改变的人 可是 有时候 我也是有那种感觉就是 欸机会来了 嗯 我这个好像不走不行 嗯 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像你说的那种 船到脚头自然指 对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下个月会怎样 但是我就觉得 就凭着直觉 对反正就做就对了嘛 嗯 对啊 对我我其实也是一个很害怕改变的人 真的吗 但是当改变来的时候 我会欣然接受他 嗯 你会欣然接受他 反正最坏也不 不过就是怎样 对就是 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先做 我还是要先盘算一下啦 对 你最坏是 到怎么样 嗯嗯 难道你就活不下去了吗 嗯嗯 如果真的没有到这种地步的话 那 为何不试试看 嗯 是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就是当初 因为阿姨 是这一栋楼的阿姨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嘛 嗯嗯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知道说 这里的二楼是办公区 嗯嗯 只是我每次下来看 都这样说哦 都是满的 然后我就一直问阿姨说 哎大招阿姨最清楚嘛 嗯 每一家每一户她都认识 对 我就说啊有没有空的啊 我想要找一个空间啊 嗯 但是我也没有预算想说 是多少钱啊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就 突然就是疫情第二年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时候 对 阿姨突然讲说 哎我看到那里空了耶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他主动告诉你 他就跟我讲空了 然后我就立刻带001 就下来 嗯 然后我们就 我们根本不知道房东是谁 然后我们就 反正就看了一下 然后讲说 阿姨就跟我讲 房东是隔壁的那一个 我就去按门铃了 哇 然后就看 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直接租下来了 哇塞 当初 当初在 其实 我是给自己一个目标 就想说 我们先试试看嘛 一两年的时间 嗯 就最多两年 阿大不了就是 收起来而已 虚钱就收起来而已嘛 那我就回到楼上 继续工作就好了 但是 如果说真的可以租下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 比如说隔年 再接下来 再多一年 我们可以 因应这空间 而赚到更多的钱 或者是我们可以 结更多不一样类型的案子 是 那 这对我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即使 这两年里面 我是我们现在设定的目标 因为我想说 都没有在出国 没有什么嘛 所以我是不执行 给我自己的 就是 你没有自己薪水拿 我是没有薪水的 然后我们公司 也还没有到 回到 原本投下去的成本 因为成本 就是一直在投入当中 一直在投入当中 可是我觉得至少 这一年这样子做下来 因为有了这个空间 可以有别人一起来录音 因为有这个空间 我们可以 接电视集的案子 我们可以在这里拍 我们上个月 就在这里拍两台电视机 然后我们可以有更多 更好看的画面呈现出来 这是我自己的初衷 是我经营频道的时候 我一直想要做到 就是最好的影像品质 我想让大家看到 有台湾的YouTuber 不是只会做娱乐型的东西 不是只会拍就是 哈哈笑笑这样子的东西 是真正的专业的3C的评比 对 然后要做出 要拍出有质感的影片的时候 是有人可以端得出台面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外国有很多啊 那当然因为他们有讲英文 他们的基数非常的大 他们是全世界的流量在跑 对 那为什么 我就觉得台湾应该 华语应该可以 华语里面应该有一些些 是有质感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的初衷是这样子 而因为我租了这些空间之后 可以让我在我坚持的事情上面 更往上一层楼 我就觉得这是值得的 对啊 我很好奇哦 就是你做这么多的评比啊 那些东西都跑去哪了 比方说你要就是手机 就是同类型同时期的这么多的支 那你做完之后 他们去哪了呢 规矢里面啊 就还是放在这边 所以你会再转卖 或者是就是做后续的一些安排吗 我一般不太会转卖 因为这就是我的兴趣 因为我兴趣很广泛 就像怪好喜欢收集CD是一样的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已经脱离了 我很喜欢收集3C3P 所以你会一直放在这里 所以你十年之后 还是会继续放在这里 十年之后 就是做一个大回顾的时候啊 这是你的素材 要好好的保留着 对 你这也会变成3C博物馆 之后开放每个人来参观 当然像我其实最近有 比如说我自己买了一些器材啊 什么东西 我可能升级了 我最近就有在开始卖掉 因为 还是必须要考虑到面包的那一块 对对对 当然我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开源跟节流嘛 我就是节流已经结成这样子 那我只能够开源 那开源的方式 除了案子 除了赚钱 除了业配之外 那我们现在手上有的器材 也许我们已经升级了 也许我们旧的用不太大了 那就 抱持这个形态就是 让他有一个新的 利用率更高的主人 来去使用他 也许对他也是好 但是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 割掉我心头肉的感觉 因为舍不得 对啊 我所有的相机都还留着欸 所以你也有那个囤积症的可能 可是我觉得他囤得很整齐 对对对 你是一个很有质感在囤的人 我是一个乱囤 还好啦 还行还行 对对对 因为我身为一个家庭主妇啊 我个人是觉得说 啊这些东西 如果不太需要用到的话 我应该让他 就是离开我的家了 不管是要送或是要买 或者是要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 会一直去幻想说 万一一个这么专业的 3C的YouTuber啊 他就是做完这些评比之后 那些东西 讲Joman好了 他一定家里有超级多 他总不可能永远都堆在那里吧 他会不会是需要做 为他就是留一些就是后路 每个人不太一样啊 对 老实说每个人的个性 其实也不太一样 像我就是喜欢留着的人 那有些人就觉得 啊我今天 我可以去买5支iPhone出来 开箱啊 那我买了之后 我开完箱之后 做完了流量也来到了 我就把它卖掉了啊 嗯嗯嗯嗯嗯 有些人是会这样做的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不是这样做 我不是 你会全部留着 我买的通常都是我自己真的喜欢的 那我会接的业配 也是我觉得是OK的东西 那你会实际在去使用它还是就是这样子摆着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使用中的 嗯嗯嗯 除了你说手机 因为不可能一个人用10台手机啊 是啊是啊 那不是那个阿伯 你知道宝可梦啊 要打宝可梦啊 哈哈哈 宝可梦阿伯听到这一集 也会跟你就是调货 不行啦 出界这样 出界 除了像手机以外 好像其他东西使用率都超高 哦真的 你说空气清净几好了 嗯 我就真的是每个空间一台 哦 了解 就是书房一个客厅一个房间一个 嗯嗯 办公室一个 我就 就是需要这么多 对了 然后吸尘器 就是每个房间一只啊 哦 然后办公室两只啊 所以你刚提到说开源跟节流嘛 那这个开源的部分 所以言下之意 就是你现在的业配的这个呃 算是来源是很稳定的 我觉得有越来越趋向稳定 嗯嗯嗯嗯嗯 对趋势的好 这是一些好事嘛 但是我们毕竟是科技生活 嗯嗯 的人嗯嗯 所以生活类比较少 比如说旅游好了 嗯嗯 就比较少相关的业配 尤其是这两年疫情 以前还有一些些比如说 可以出国干嘛的 对还有一些这样子的合作或业配 那近两年来真的生活上面跟旅游上面 真的几乎就是没有了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主要是以科技相关的开箱为主 嗯嗯嗯嗯嗯嗯 对 而且你说你现在都还没有资心给自己 嗯 对那 在这个眼下之意代表的是 目前你没有一个 就是你自己的存款的一个计划吗 我自己没有 哦就是全部都是给公司 全部给员工这样子 公司与员工 当然当然我会把扣掉自己的开销啦 嗯嗯 就等于是说像我们这样子的形态来 了解说我自己的个人开销 对 我在公司账里面 嗯嗯嗯 只是我不再从公司里面提拨 金额出来 嗯 然后自己在自己的账户里面 去做存款 你覺得那就是公用的錢 這樣子 那就是公司的錢 對 因為我希望還是可以在 現在有能力的時候 先把公司 先做起來 嗯 對 但是 要做起來下一步應該就是請員工啊 然後再做更大什麼 就 就又是另外一個層次了 就是接下來我現在正在面對的挑戰 對 喔這樣想來 其實我們都看到 呃就是 這種 自媒體光鮮亮麗的一面 其實他有很多是 也是會失去某一些 可預期的穩定性之類的 對啊 喔剛剛說穩定性嘛 其實穩定性也未必 就 我剛剛其實應該後面還要在見 我說現在都是以科技類為主對不對 對 但是科技類你要知道 科技類並不是一年四季 每一個月都 大家都在發布新產品 你會發現所有的手機類 對可能都是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就是手機的旺季 對 就很多的手機都在那個時候發表出來 對 然後淡季就是所謂的2月3月4月 嗯 是有時候空到一毛錢都沒有欸 那你在幹嘛那時候 今年2月到4月 做生活紀錄啊 然後就是用這個原本的生活紀錄的流量 然後再為你帶來一些收入嗎 流量帶來的收入是少之又少的 喔 靠捐款之類的 我想要知道大月是多少 少到 可能只有幾百塊美金 喔 所以就是完全沒辦法cover你這個工作室 這個華美的工作室 完全沒辦法 那怎麼樣度過 你是覺得說還是可以撐得過去 你就是要先撐著啊 就是用9月10月11月的錢 撐你那個2月到4月 你真的是 就是那幾個月真的是超累 哇我覺得那心臟真的很大顆欸 這是普遍的生態嗎 就是3C的生態 呃 比較普遍對 但是也不見得有時候會 比4月5月6月會完全沒有 嗯嗯 有時候會有突如其來的一個 欸突然什麼東西就想要發布了 嗯嗯嗯 你要發布之後也要剛好他們找你啊 對啊 對啊 對對對 所以我就比較隨隨緣一點的 就是我的所謂的隨緣就是 他來找我 這是第一步 嗯 第二步是要剛好我喜歡 對 第三步是適用之後 我覺得OK可以推薦給大家 對 欸可是我覺得你這種 這個案子才會成 你這種就是很堅持要適用過 而且你喜歡才會做 我覺得這一點是你身為3C開箱 很值得讓人信賴的一部分 因為沒有這種職業道德 就是不是說我要有錢賺 我就是順便亂推薦 觀眾立刻就離開了 對 我覺得這就是經營頻道的 也是責任的一個部分啊 嗯嗯 因為你做出來之後 因為你的一句話 人家去買了 是 對 那你要對那個人負責啊 對 對對確實是 對 所以所有的產品來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會過腳本 因為畢竟人家付錢來給你 對對對 讓你去做推管跟行銷 是 沒有一家廠商是希望說 我把錢付給你 你說了不好的話嘛 對 對呀 那這期間就是這五年裡面我去學習到了怎麼樣去跟他們溝通 嗯 對因為他們也付錢來 但是我又希望說我可以有一個非常中立的評測 嗯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也許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缺點 嗯 那他們不希望我說 嗯嗯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是不是如果我有提出解決辦法的話 嗯 或者是我就說 可這個東西可能他的 假設說他的那個電池並沒有這麼的耐用 他的續航力沒有那麼好 他是比較適合可能短暫時間 來去通勤使用的人 幫他做一個解套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你把他幫他 我自己個人的做法是我幫他歸類好 就是什麼樣的人適合這樣子的產品 我們只要推 那個部分的人去買就好 你不要 你不要想說一次過 大家都來買 對大家都來 那這樣子的話會有 可能有30%的人恨你 對 就是說害我買錯東西了 對 應該是幫大家 我覺得我們身為 所謂他們說的KOL 應該要有一個責任 就是去幫大家過濾好 跟大家說好 這件事情應該是要怎麼樣的 他應該是這個產品適合誰 他的優點跟他的缺點 讓大家自己去決定說 這個東西適不適合我 所以終究的決定權還是在你的觀眾身上 消費者自己手上 對對對 我們只是做好 一個把關 跟分享 對對對 我告訴了你 他的優點跟他的缺點 他適合什麼樣的人 不適合什麼樣的人 那你自己去做這個決定 那你自己對你自己負責 該說的我都說了 我並沒有因為 拿了錢 然後就只是 只說他的好話而已 對 我覺得我該說的 我該把觀眾 我都講出來 我都做好了 對這樣子 我對得起我自己 那我也覺得 我對得起觀眾 那你在這個 你在做的這個過程中 有任何就是觀眾來抱怨說 就是不信任 亂推薦 對有這樣子的例子過嗎 好像沒有 如果他真的來 有時候會有一些留言的出現會講說 這個東西的什麼什麼就很爛啊什麼 其實有些人他們並不是我們頻道的觀眾 他們只是純粹是 是別的品牌的嗎 沒有他們就是 可能買來這東西他很不爽 他需要一個宣洩的管道 可是他 他並不是 因為看了我的影片才去買的啊 那他自己來宣洩 他就是等於要有一個宣洩的管道 你就讓他去宣洩 那你也不會回覆這樣 如果有時候我會講說 這個我再幾分幾秒就提到了啊 了解 你沒有看我的影片齁 對呀 然後就沒有下文了這樣子 所以你沒有遇過酸民囉 有一定會有 酸民跟黑粉是一定會有的事情 怎麼樣的 沒有酸民就不叫紅 是啦 我們真的好不紅哦 沒有 我沒有很多 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裡很和藍可親 我覺得我蠻少的 那你有沒有印象都讓你覺得說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酸我 這幹嘛當我的黑粉 我覺得你好奇怪這樣的案例 沒有欸 都沒有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說 他講的話很奇怪 或者什麼 就是我就是不當一回事 反正我記憶力真的太短暫了 你驚於腦 對我真的太驚於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特質 你就是因為驚於腦 所以才要記錄生活 對 因為我可能 我看完之後 然後我轉個頭腦 我就忘記剛剛那流言說什麼了 等一下你會忘記我是誰嗎 我是麗萍 不至於啦 但是的確會有遇到 那我想問你 就是你現在就是把這個愛爾文的生活紀錄 就是經營到現在 你覺得你對這個品牌的最大期待 或是你覺得他應該是什麼樣子 你是不是都已經達成了 沒有欸 我沒有我其實就是很隨興的在做 我沒有設定一個目標 但是我也不希望說他停滯不前 我到了每個階段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說他能夠再繼續的做得更好 對 所以我希望在科技那一方面 因為我們有生活旅遊 也有科技家電這一塊 我希望在科技家電這一塊 可以做到真的是媲美 像國外這樣子 就是 那種MKBHD啊 然後就是他們每個人做出來的時候 就是影片都是流量非常的高 然後大家對他們也很信任這樣子 那也是非常非常有質感的 評測影片 有可信度的 對 然後生活旅遊類 我也希望讓大家 大家是可以認識到我跟吳怡 然後 跟我們一起參與我們的生活 然後我們去哪裡旅遊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經歷人生的高高低低 起起步步的時候 可以帶著大家一起去經歷 對 就是可以分享生活給大家 然後從我們的影片當中 也許可以為大家帶來一丁丁的 是正能量也好 或者是一些反思也好 不一定每一集都是正能量 因為老實說 每個人的生活 沒有一天到晚都是正能量的 所以負能量你也會分享 會 然後 但是我會盡量盡量啊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情緒真的是控制不了 有時候那個情緒就是在那裡 我可能那幾個月的時間 心情就比較到 然後 觀眾都感覺的出來 真的嗎 大家都感覺的出來 就是好像少了那種 活力 創作的快樂感 你在旅遊的時候 可能就是也只是 頻頻這樣子 好像是為了去拍影片 才去那個地方 對 那種感覺 但是 調試完之後 大家就說 艾倫回來了 哦 大家會有那個感受 然後會跟你一起去經歷 然後可能就是那個情緒過了之後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說 可能前幾個月到底怎麼了 但是我可能有時候也不會分享的太細緒的東西啦 我就會覺得說有時候 這些東西並不是大家來看影片 或者是我希望帶給大家的負面的感受 我就會就是帶過就好這樣子 我很好奇哦 就是你覺得工作啊 就是影片是你的工作嘛 可是你的工作也是你的生活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完全不要帶任何器材 就是單純去旅行做這件事情而已 我跟你講我做不到 為什麼呢 我真的有 五一真的是叫我這樣子 對啊 我真的做不到 一次也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我只要一到現場 然後我就想說 靠我怎麼會沒有帶相機來這個地方 你可以就是騙五一說 我們我們就去吧 我不會帶大家偷偷裝一個針孔 然後就是大家不注意說 現在是 道路 然後我覺得那個品質會很好笑 沒有這個idea不錯 這個idea不錯 我會想看這個 真的真的 五一都不知道 那標題這樣寫 他都在講說 你可以有時候就是 所謂的放假 放長假 出去旅遊的時候 你就真的器材都不要帶 後來他也放棄了 他說你就是一個沒有辦法的人 你就是一定會帶著器材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在你成為youtuber之前 你根本也就沒有在拍那些東西 你還是過得好好的呀 你沒有辦法再回到那個時候了 對 對 就是就覺得 應該都要把他們記錄下 而且現在再怎麼樣都好 你就算真的沒有帶好 手機拿出來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拍 對 嗯哼 就會覺得說 我不想要錯過 記錄下這一刻的時候 因為你的影片有講到說 就是記錄才是最重要的 像譬如說 你買一個很高級的那個器材 可是有時候在一些山路 很比較不好拍的時候 你就會用比較 畫質比較低的 反正你的重點是記錄 而不是說一定要 一直都是很高品質 嗯 對 對 就是要去衡量一下啦 嗯 對啊 我這也是慢慢之後 在開始比較可以去 自己去妥協的事情 欸你知道 你知道我想起我爸 因為我爸也是一個天秤座 你是天秤座對不對 對 我爸是一個紀錄狂 我跟你講 我就是譬如說我跟他去爬山 我就走了三個 三格階梯 他就說來拍照 哈哈哈 然後再回 再走三格再拍照 然後我媽都超不爽 我媽就是想說 不要再拍好不好 跟前一張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重點是 就是我媽念完之後 還是會假裝微笑的拍 然後後來我心裡面 他的每一張都很燦爛耶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真的可以理解 因為我爸是一個紀錄狂 然後他會常常會跟我抱怨說 哎那時候沒有 因為我阿公阿嬤過世 然後他就說 那時候沒有記錄下他們的聲音 他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就是有一個 這樣的遺憾嘛 對 所以他就會覺得 每一刻都是很珍貴的 對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覺得你好像在拍定格動畫 哈哈哈哈 每三格就拍一個 這也是要 我不知道 就像我自己的話 是我自己也有在學習當中 因為 像我們這幾次去爬山嘛 我們可能是爬百約這樣子的山 我不可能講說 每一部真的都在拍 這樣你真的會沒有辦法走到底 對啊 而且你會拖累所有的人 是是 所以後來 我們常常都覺得說 我們每次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到一個地方 就是哇好美 這裡從一開始就開始挖挖大叫 就開始在拍 結果你走了十步 就是可能你走了兩公里之後 還是挖挖大叫 結果你走了二十公里之後 哎 怎麼只有越來越美的感覺 就是覺得 你影片不可能全部都就放進去嘛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比較取捨 就是可能前面的時候 我們先拍 拍了一個開場之後 然後我們走進去 我們就帶一點點的畫面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能走 就規定自己可能十公里之後 二十公里之後再拍 就不要一直去拍一直去拍 這樣子第一是你素材也放不進去 是啊 然後第二也會沒有沒有定點式的這種感覺 對耶 真的耶 所以這也是經驗的累積啦 嗯哼 對啊 哇那你覺得就是這個生活的影片的紀錄 跟你的這個算是接業配啊 完全的工作 他的這個工作的形式 或者是他的整個流程啊 哪裡不一樣 你說 比方說就是你接到一個案子 然後你必須要跟客戶溝通 可是你在做生活紀錄的時候 你是完全不需要去在乎任何人的 你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腳本都在自己腦中 還是說你去爬山之前 你還是有跟你的團隊 有先溝通一下說 我什麼時候要拍什麼 我什麼時候要說什麼 你還是有一個架構在腦子裡面 生活紀錄是不會有的 生活紀錄就是 極性 很極性的東西 你也不知道你會摔到三骨 對 欸那個真的好危險哦 摔了兩次 你在摔到三骨之後你會說 欸趕快拿出相機 對你怎麼還拍得到那個 是他在拍 是零零一在拍 原來 對他還記得要先拍 因為有時候 就是那一刻你拍不到掉下去 可是已經看到了 反正你現在人安全了嘛 至少就是第一步不下去 第一步不是要救老闆 而是決定要拿相機 對我們 就是他要推下去一點再拍 我很感謝他先拍 而不是先救我 天啊 自然有一些不一樣的素材 這算是影片的可看性啦 對 所以生活紀錄上面是不會有腳本的 但是 像我們開箱的影片 就一定都會有腳本 而且以我的話 我是主制稿就要聞出來 哦 對 那未必所有的開箱都是業配嘛 但是業配的話就是要過到客戶那邊去 就是會比較多的溝通流程 跟審核流程這樣子 哇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整個剪出來之後 還是給他們看過 然後還要再修 來回很多次嘛 不會 我們現修一次 哦 我們要杜絕前公司的壞習慣 哦 我不會比哦 哪一個公司呢 然後那個合約是會先簽的嘛 就是說我們就是只有一次而已 有什麼就是這個時候說 一次說完這樣子 呃 會少數有一些 日系品牌 會要求要修比較多次 因為他們就可能限制到說 他們自己公司的內部結構 對 然後日本人可能就比較多的一些 細節講究 對對對對對 所以他們可能自己過完之後 要給他們的長官過 他們長官過之後 要給那個大 大老闆的日本人過之類的 所以他們就會講說 我們這裡就是一定要過三遍 這樣子 那對於我們來說 那就是費用再加上去啊 哦 對啊 對啊 你要過三遍 那就是三遍的費用 嗯 對 了解 是 好 那就是我想要知道說 就是 如果有人現在還想當YouTuber 像我現在旁邊坐的這一位啊 哈哈 我跟你講我每次講這個話題 他腦子裡面一直都沒有放棄這件事 可是他好像實際上的動作就是什麼 小美人魚 欸不是小美人魚啦 茉莉公主什麼的 哈哈哈哈 我之前很早就跟他講 我在做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對 然後我就是很想要幫他問 幫冠豪問說 欸我們現在好像已經是徹底的紅海了 嗯 還可以進去嗎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怎麼說 就是你常常都會聽到這幾年大家都說 哦YouTube已經很多了 這已經把市場已經飽和了 可是每年都有新的人進來啊 嗯 然後每年都是有很不錯的頻道就突然就紅起來了啊 嗯嗯 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在嘛 嗯 其實我覺得最大一部分就是 你能不能夠做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跟你自己的個人特色 嗯 這樣 怪好我就一直覺得 他很浪費他的鋼琴天分 我也覺得 嗯哼 他完全就是 我跟你講 YouTube上面有多少奶妹 就是都不拍臉 然後就穿得很low 就彈一個鋼琴 他們的技術 你就是叫他漏奶啊 沒有你可以 哈哈哈 我跟你講 我就是因為我有很多 就是給自己的質疑 就是說 欸 那個我又沒有奶 我跟你講我完全懂 噢噢不是 呃你是說奶的部分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技術 好 好 因為我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用平台鋼琴錄嘛 可是像我的技術 我的家裡面的設備 就是雖然我也有鋼琴 可是會吵到鄰居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不太適合拍 然後如果是用電鋼琴 我就覺得電鋼琴好像那個畫面 又不是說多好 我跟你講 你看你就是太糾結在這些小地方了 我也覺得 因為 在網路的世界當中 你就是先做就對了 我也覺得 你不知道你任何一個東西 會get到哪一些的觀眾 我也覺得 嗯 其實 但是我覺得 有個人的堅持是好事 但是你不要過度 對 這樣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啊你把那些開箱影片都拍成這樣子 你是以為你在拍廣告哦 沒有人 幹嘛啊 連這都要管 他是自己做不到才這樣講 沒有 可是人家的流量高啊 我是說同行之間哦 哦有人會質疑你說你幹嘛這麼認真哦 他不是質疑我 他就會覺得說 啊你幹嘛那麼認真 你拍成這樣子 然後這樣我隨便拍一下 還不就是這些流量 我流量還比你高耶 但是 但是堅持去做那些漂亮的畫面 高質感的影片 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初衷 對是我自己的初衷 你自己耍 對我自己爽的事情啊 我就是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不理會那些聲音 你可以堅持你自己想要堅持的東西 但是你不要過度的糾結 嗯 當你過度的糾結之後你就什麼東西都做不出來 謝謝艾爾文大師 但是冠豪知道了嗎 因為我都常在勸他 他就說哦可是 沒有我跟你講 你就是做就對了 因為你 你可能覺得這個不夠好 那個不夠好 但是出來之後沒有人 care 嗯 你只要覺得說自己那一關 盡量放鬆一點 自己那一關過得去之後 出去就出去了 而且我覺得會越來越好 對 真的會越來越好 可是真的會越來越好啊 對 我現在回去看我一開始做的影片 我都很想死啊 嗯 對 反正你就是要先跨出那一步 你現在已經先離職了 接下來你就先去做就對了 謝謝西戶 哈哈哈哈 好啦 我真的會 我真的有在 而且我覺得你是做得起來 他當初不是 我記得幾年前你就有去租服裝 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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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那一家倒了 哈哈哈哈 因為我都沒有做 所以他倒了 因為現在疫情誰還要表演啦 對啊 就是畢業典禮也沒人在租了 大家都不能畢業典禮了啊 那你就是彈 因為你的情意就是在那裡 你的技術就是在那裡 你彈很多 就是我 我一個有學鋼琴 我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第八級的人 我都覺得你很厲害 你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我真的 真的假的 他也會彈啊 我剛剛傻住 我也剛剛以為你是在開玩笑 你也會自彈自唱啊 然後我們以前也有一起合作 我幫你彈 我是差一集我就是 Diploma了 我的下一集就是Diploma 但是我沒有去考 是喔 對 當然我現在已經十年不碰心 所以我就覺得我已經很不OK了 所以你就是給慣豪的建議 就是說 所以我反正先做 就算現在設備爛 可是至少你有東西被別人聽見 我覺得你的設備沒有很爛 我也覺得沒有很爛 而且是可以慢慢的因為你去現在那個公司嘛 就是有工作有薪水 然後慢慢的在填 在填購就好了 慢慢的填購就好了 就是你也可以讓觀眾 就是一開始看到你的時候是這樣子 他們來跟著你一起去成長 是 你剛開始吸引進來那些古灰級的人 他會跟著你一起去成長 他們會見證你 你一路上面的不一樣 你的進化 對啊 好 那你覺得扮裝這個路線是可以做 是有特色啦 但是 我想像我的想法 因為我們昨天還聊起這件事情 就是我一直跟他講說 你就是先 就是用你最原本的樣子談 你最原本的東西 就算是你沒有任何什麼 很華麗的運鏡都沒有關係 就是錄就好了 然後呢 就是做了慢慢的 有一點粉絲累積之後 你再突然的變裝 你再突然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你再突然把你的器材升級 哦你的聲音變得更棒了 哎不一樣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 因為這個就帶來更多新的粉絲 你就慢慢的成長了 我說對不對 對 你看 你趁這個開始不要露臉也可以啊 你可以只拍手就好啦 對啊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日本就是會有一個鋼琴大使 他就是 到處去街上就是跟人家就是 有點像是亂 不是亂談啊 那叫什麼就是 街頭的感覺 要不然就是他就會跑到什麼 車站裡面 那就是談現在最流行的歌 什麼紅蓮華啊 什麼之類的這些東西 然後台灣談琴的 也有奶妹啊 然後也有像江老師這樣子 對對 那江老師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 他除了有情意之外 他的 口才也很好 對他的口才 還有戲劇天分 還有戲劇天分 他也有個人特色在 是是 我覺得你也可以先從 談琴開始 然後再慢慢的開始發展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夠 我一開始找出個人特色 我也不知道我個人特色在哪裡 為什麼會有人來看 但是我一開始本來就沒有要做給別人看 你就是先做就對了 就嫉妒自己喜歡的事 對啊 你今天喜歡彈琴 你只是把你的彈下來的歌曲 跟別人分享 因為這是今天把你覺得好聽的歌 或者像很流行的歌 彈成你自己的版本 對 那就是你自己個人的創作啊 那我問你哦 你覺得現在的網紅啊 是常常在強調人設 你覺得他們需要人設嗎 如果我們要走進這一行的話 我覺得人設是人設 但是以現在這個年代來說 我覺得做自己更重要 我自己這樣這樣覺得 因為我覺得人設你能夠包裝多久 而且萬一不小心切換錯的話 對啊 很尷尬 我覺得網路上面 大家更想要認識的是真實的你 這是網路的一個特色 也算是一個特色吧 大家想要看到真實的你 對 其實我一直都很懷念我們 我跟麗萍一開始第一集 做那個Podcast 然後我們是就是完全 用我的筆電亂錄 對 然後就是那個是000級 就是根本就不覺得會放上去的那種 也沒有剪輯 對我覺得影片也是要用這樣子的 好玩的想法來做 可是你後來就會慢慢開始剪輯了啊 對啊 其實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壞事 對 就是你慢慢開始做出來之後 你其實是往進步的方向 只要不偏離你們原本的初衷 這就是一件好事啊 你呈現出更好的內容 更好的一個收聽的品質 對觀眾也是一件好事 觀眾也是從一開始聽你們錄那個 筆電錄的那爛爛的音質 到現在 你們一集有自己的主軸 今天也有Dolamon的故事 然後接下來你自己開始也感受到 聽眾越來越多 有人會開始Donate了 是 對啊 你就會感覺到自己的成長 然後觀眾也陪著你們一起成長 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啊 你並不用把它當成是 哦因為我現在做比較好了 好像我有一個人設在 沒有你們還是你們啊 我聽你們還是在你們放聲大笑啊 對對對對對 關好還是一樣在講他冷笑話啊 哈哈哈哈 你真的有聽嗎 聽哪一集 我就聽Dolamon那一集 哦 謝謝 我覺得應該是說 現在大家都很想要當自媒體的人 很多國高中生 都是以這個為夢想 但是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哎你們懂什麼 其實這個不容易走啦 這樣子你以為很容易嗎 但是其實往往最容易成功的 就是他們那一股傻勁 就是不懂的那一種 就是我就覺得這個很好玩 我覺得那個好玩的心是很重要的 對他就做就對了嘛 是 因為他也沒有什麼好損失 他不就是個學生嗎 沒錯 哎我覺得你講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反正沒什麼好損失 對 大不了就收起來而已嘛 傅光豪 你就是做任何事情之間 你就問自己說 Why not 對 你如果沒有任何一個 not的理由的話 你就做就對了 是是 只要不傷害到別人就好了 哇 今天真的好有收穫 明天頻道復活 哈哈哈哈 立刻 你要穿什麼衣服 還是你不穿衣服 哈哈 我沒有本錢 你要身變奶昧 我沒有愛爾文的本錢 欸 沒有沒有沒有 好 那最後還是想要問愛爾文 就是你如果要給自己三個關鍵字的話 或是三個關鍵詞 你覺得會是什麼 蛤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 沒有耶 你現在都沒有在看反鋼對不對 沒關係 就是要直接質問你 哈哈 三關鍵詞形容自己 有人會說 我隨便亂講 就是創新 嗯 耐性 或是執行力 有人會這樣子給自己定義 那你覺得 你的頻道 或是你自己 或是什麼 質感 嗯 直接 嗯 你還講一個 什麼直的嗎 我原本也是這樣想 可是我腦子裡面空空 哈哈 直 呃 我 我在把你想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我剛剛說的什麼 我 我剛剛說什麼 你真的 本当 還有第三個 則感 直 就是 真的是金魚 的 第三個 硬下講一個 直 好 直 好啦就這樣子 嘖 非常謝謝藥恩 謝謝啦 沒關係 沒想到 是在開導我 結束 那我們也是很久沒見的嘛 我离职之后 我们后来也是经过一两次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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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老朋友的聚会 是啊 很开心在你怎么忙碌的生活 还愿意跟我们这种小节目 对啊 没有啦 我们也是小节目 没有没有 那关好你想要创作什么样的旋律 哦对 我这个我们的访谈 我都会为这个来宾 就是现场即兴创作 真假 对啊 赶快帮我们推荐一些新的来宾啦 真假 那到时候那个音乐给我 哦好没问题 是会送给我吗 会会会会 好对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包裹上面 再把它放出来 好啊好啊 那你想要怎么样的音乐 你有没有什么想 什么样的想法 没有啊 其实就是因为它 它音乐这一集 对对对对 就是根据我的直觉 对 根据你的直觉 有什么想法吗 现在有什么东西浮出来吗 我觉得感觉就是会比较 有点时尚感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你会有一种 Fashion Fashion 就是不会有太多 扭捏 拐弯抹角的部分 就是很直 很直线 很直接 全部的就是打个斗 这样 对对对 动感这样子 对对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艾尔文 谢谢你们找我来上节目 谢谢 喜欢你们的观众听的习惯 习惯习惯 今天声音超好听的 大家都 真的 谢谢 谢谢 好谢啦 好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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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